大煞已清 高抬已赴 也该轮到我这个妖后扶珠了 这一生 我做了太多恶 也成了太多果 倒不如 用这今生的一条性命 做最后一件好事吧 放手 你对她做了什么 我能做什么 我们都是男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方才还在宁安宫内 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儿 看这样子 沈界似乎还未登基 燕家也还未出使 究竟是哪里不对 不对 真是万针二十年 你怎么了 宁宁 怎么开始说胡话了 燕琳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沈兄 方才是我冒犯了 改日比白酒 向您赔罪 宁宁 看来我真的回来了 看来我真的回来了 在下谢威 承江大人的情 托扰了 上一次指一心扑在后卫上 没怎么留意其他的事 实在是忽略太多细节了 到现在都不知谢威嫡系 也不知她与燕琳究竟是何关系 眼下处境该怎么办 继续硬着头皮装傻 不知了 问题是谢威会不会信 要不投靠谢威 可我又有什么本事和筹码 能让她看中呢 还是说一不做二不休 干脑干脆和谢威对着干 是 是 是 不就是为了稳坐皇后之位 安居此处吗 如今一切如你所愿 还有什么不满 软禁皇后是大罪 圣上并终命本宫坚果 你们怎敢如此 坚果 娘娘以为 仅凭一方玉玺一道旨意 就可以令天下归心 当年娘娘初入宫时 也做过公主半毒 谢某也当过你的授课先生 看来当年的策论之客 都是白酒了 你与燕灵 究竟是何关系 能一同起兵谋反 你们之间 绝非泛泛 娘娘只需知道 众何应得何果 我 薛氏一族不无辜 而你 也不无辜 还是算了 不过其实 若他能成为我的群下之臣 不 万不能有这般可怕的想法 无论如何 这一次 我必须强占先机 趋吉避凶 你去前堂等燕灵 人到了以后 带到户门来 九楼人对眼杂 别再揭发生枝 是 来 别动 否则我杀了他 明儿姑娘 你认识学位 此人八成是冲着 谢未来的亡命之徒 我可不能牵扯进去 谢 谢大人名声显赫 荆州神人不真 小女子只是路过此地 还请壮士万物冲动 你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 闭嘶 您二姑娘于谢某 有救命之恩 且她父亲与我交好 壮士既然对我心有不满 又何苦生计无辜呢 说得好听 你这狗怪效忠的狗皇帝 害我一时不少 难道就不是伤害无辜 你不忍受了吗 阁下果然是平南王的人 我可真够倒霉的 几次三番 怎么偏叫我遇上他 这些微冷血无情 言语之间只想着试探 只怕不会顾我性命 平南王的势力不在京中 可近日来 却几次三番在京城作乱 难道是朝中有人接应 还暗中将矛头指向永逸侯府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谢威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这样拿逆党 谢某在拿逆党 与救恩人之间 当然是选择候制了 想来一时也不愿命丧于此 若一时愿意放走那样的姑娘 谢某可以命人取来令信 打开城门 送一时安然出京 你会这么好心吗 谢某之品信 一贯如此 要想护他性命 便拿自己来换 我嫌你出城岂不更好 否则 我现在就杀了他 医师 医师 你 我 我能复唤个条件 他是朝廷命官 他怎会为了我 少废话 我数十个数 如果你还没考虑清楚的话 不必输了 请阁下送他过来 我来挺 他竟愿意救我 不可能 谢某绝不是心有策影之人 更不可能任由这逆党逃脱 一定 一定还有后招 糟了 谢某这死 果然不顾我性命 他不会还想一尸二鸟 伤把灭口吧 你 不客气 不客气 胆大包天 总比死在这儿要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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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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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能睡 我娘说这样会醒不过来的 不能睡啊 醒醒 醒 我带你一个已经很费劲了 我带不了秦 放手 人都要死了 还惦记无用之物 你这样的人 就不配活着 人都要死了 胆子倒是挺大 可惜用错了地方 跟我来 可惜了这么一张好情啊 方才让您二姑娘受惊了 哪里哪里 姓儿德语大人 知道您一定有办法相救 所以还好 是吗 方才怎么听您二姑娘所言 像是不想与在下扯上关系一样 难道是我多心了 刺客问我 我不敢不答 又怕牵连大人让您为难 所以只能乱说了 怎么 是选您说错了吗 平日里 你就用这一套来匡骗燕陵 我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 方才看你挺聪明的 倒什么都听得明白 我方才真是吓坏了 什么都没有听清 什么平南王 什么逆党 我更是半分都没有听明白 还请大人放我归家去 我保证绝不会再提及此事 好不好 之后本不是会看 贴连大人 莫子 你不怎样 和我 crime double 我跟巳连大人 为何大人就认定我在骗他 害他 还是说 大人是因为某些原因 先入为主地误以为我有所图谋 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你笑什么 你要早这么跟我说话 我又何必陪你在这里演戏 那么方才 若我没有推开那个刺客 你当真会一箭双雕将我除去 已决后患 你说呢 你既知我想杀你 已能杀你 就应该明白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是宁姐 伯人 你看得没错 这江家要入宫半读的人 的确是宁雅 这是哪家的姐姐 好生漂亮 还能是谁啊 就是那个丢人丢满了京城的江雪宁的 原来是她呀 跟传闻中可不太一样 人不可貌相 她不是什么山楂 宝英妹妹出身金贵 可要离这种人远些呀 果然还是这些人 没什么改变 苏姑姑 你看 她把宫里的东西打翻了 可神情却没有半分变化 好镇定 好平静啊 宫主殿下所言极是 江二姑娘如此心性必成大气 江雪宁 你到底使了什么药法 怎么连宫主殿下都被你愚弄了 放肆 殿下 游姑娘说得不错 臣女自小在香野间长大 懒惰愚笨 这宫中的礼仪实在是学不会 恐怕辜负了殿下后爱 还请殿下遣臣女出宫 这下总行了吧 本宫中喜欢你还来不及呢 这宫中的礼仪不过就是做做样子 你若学不成也没什么关系 由我护着你便是 江二姑娘能为公主殿下 绘制洛英庄 开解心结 定是心灵手巧 秉性良善 奴婢是看着公主殿下长大的 心中着实为公主殿下 能交到姑娘这样的朋友感到欣喜 殿下为了让您入宫 可是出了不少力气 最开始燕林虽脱了本公主贴你名字 本公主也的确想让你进宫 可叛徒的拙选也有规矩 名字一开始没畅畅来的 就不能当半读 本公主磨了皇兄好久才能同意的呢 怎么样 我对你好吧 你高兴吗 原来让我入宫还有殿下一份 高兴 实在是太高兴了 反正本公主喜欢你 这几天在宫中若有什么事 尽管找人来抱我 母后那边还有事找我 我就先去了 明天咱来看你 宫长公主 我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 你自己就想要拆开 把阻力干了 你也没想到 已经拆开你了 被我找到这个 经历了 那边 会不会保护你 别充身 请坐 文试 这便开始 考试时间为一个时辰 十线之内 请诸位认真答题 果然与上一次的尸体相差无几 诸文第三篇 这不是 肃气 买步赶紧作答 等等 谢少师 怎么了 往后若非是疾疯狂雨烈日 都把东角的窗扇打开 是 动笔吧 什么开窗 分明是怀疑我要趁安作弊 反贼就是反贼 小人之心 看我这次 怎么给你们交个好大决 他怎么一直瞪着我 不会除了赶我出宫 还要再找我麻烦吧 姜姑娘 我怎么觉得 谢少师看这份卷子的时间 好像格外长啊 而且 他好像在瞪你 你不知道吗 他有眼疾 方才 达隽我已跃过 贫义的结果也已出来 江氏郎府江雪宁 卷室上等 谢先生指点 臣女回家后必定会 可留 怎么可能啊 看看 我们家二姑娘高兴地昏了头 连话都开始瞎说了 不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留在宫中 更别说是当谢威的学生了 他简直是找死啊 谢先生 学生有一事不明 还想请教 学生自知学识不佳 却被评为了上家 只怕评为钟下的人心中茫然 不如将学生们的答卷一一下发 也好让彼此心服口服 你这是在质疑谢母不公 学生不敢 好 既然如此 那谢母就将各位的答卷 一一拿出来评讲一番 好让你们知道 自己的不足之处到底在何处 我 我就不必了吧 先生 宝英的确学识不佳 宝英认的 是啊 气息铺开来讲 这与当中鞭尸有何区别 江许宁 你一贯恰见要强 自己拿到上家也就罢了 何苦非要来针对我们 那 那薛姐姐也拿到上家了 你瞧人家说什么了吗 如此看来 是江姑娘一人不结咯 我等惜苦口服 以德先生指点 不敢再有劳烦 如此便好 那江姑娘可单独留下 谢某 可为你单独解惑 倒也不必了 治学不可不严谨 既为人师 当为你解惑 不过江姑娘既入了宫 往后有的是时间 可以慢慢学 你说是不是 好了 诸位先回府准备两日 此后便正式入宫办读 我等与诸位以后以师生相称 为期半年进行教习 还望各位勤勉学业 莫要辜负我等心血 回去吧 我与二位先生还有失要议 明儿姑娘不装了 雪宁自知学识浅薄 达卷也不过是一通乱血 却能得你上家之瓶留在宫中 我思前想后唯有一个解释 你是在怀疑我未曾忘却当年上京之事 怕我泄露出去 所以将我留在身边 仔细监视 稍有异动便即刻下手 我说得可对 既来找我 答案已显 谢某不想让当年之事被人所知 不假 不过 仅凭姑娘还不足为惧 不过 谢某倒有一事 想问问宁儿姑娘 你与燕灵 到底是何关系 她是我的挚友 是京中待我最好的人 仅是如此 少师何意 京中盛传 你跟燕灵二人情深一斗 截言燕世子 冠礼之后便要迎娶姑娘的 雪宁说了 燕灵是我的挚友 情深不假 不过并非男女之情 宁儿姑娘的卷子 果然与常人不同啊 谢某不才 发现宁儿姑娘 确实读了不少书 这一句 出自刘侯论 而这一句 出自战国策 这些东西 可不是寻常 闺庄姑娘会读的书 这些年 也并未听说你潜心向学 那为何现在 却又如此雷测 要不是谢某 不信这些怪力乱神之事 只怕要以为 宁儿姑娘 是重活一世之人了 雪宁的确有藏着之心 不过却是为了远离宫中 远离朝室纷争 雪宁恳请先生 放学生出宫 别败费力气了 一则 前几日令尊已托谢某在宫中 好好照顾宁儿姑娘 二则 燕离也请谢某 多帮帮宁儿姑娘 三则嘛 所谓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你还不曾听说吗 这入宫半读的名单 虽是由礼部和选 但最终 还是得交到谢某手上 才能发出去 你的名字在谢某这 早就已经勾过一遍了 为的就是让你入宫 怎么可能 让你轻易离开呢 让我入宫 居然还有你一份 原来不是谁要搞我 而是谁都要搞我 与其将你放在宫外 不如将你放在眼皮子底下 好好看着 你这么不愿入宫 是怕我杀你灭口 谢先生 雪宁只是一介规格女流 在朝中既无势力 更无野心 于您而言 我不过是一只掠尸手段 便可捏死的小小蝼蚁 若我说我从头到尾 都没有背后告发 加害先生之意 先生愿信吗 若你是我 你会信吗 我不敢信 所以若你是我 这个人 除 还是不重 今天是第一课 料想殿下与诸位伴读 对先生们还不熟悉 也不曾提前文书 所以谢某与先生们商议 今日先不上课 主要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后半年 要学些什么内容 果然还是那个纤尾 您二姑娘也有意见 奇感 奇感 那您二姑娘 可有什么想说的 这是要逼我表态 华尔卿与学家的界限 学生只是感念 谢少师选经绝粹 将自古正论名篇 《经世之学》 《智用之道》 编于这一册书中 是用心良苦 公主殿下龙身凤女 我等又为她的半读 自非寻常规格 女子能比 说什么与理不合 实在是以己夺人 荒谬至极 姜二姑娘 你这话也太过分了些吧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学威劫刀杀人 我只能出头做刀了 您二姑娘 如此便好 今日倒挺乖觉 荒谬至极 听 闻昭阁 可是谢威 谢威速来爱情 本宫听闻 她那张琴 便是她自己亲手所著 名作鹅梅 正是 点出何处啊 鹅梅山北雪极木 方丈海中冰作湖的鹅梅 这 方仪不知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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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谁为焚情谋反 以联合燕林大军 攻进皇城 焚情谋反 原来是一阵高明满帝都 归时还弄鹅梅月的鹅梅 好你个谢威 所以谢威上一次最终是当皇帝了 还是去弄那鹅梅月了 莫天下之大不伪的事情做了那么多 又造下那许多的杀念 若是最终不当皇帝 下场恐怕好不到哪儿去吧 秦道 坐有规法 您二姑娘这坐姿倒是挺规范的 先生谬赞了 秦道是一把好情 谈一段高山营 让我看看你的执法 高山营 没话弄一课 先生见谅 学生不善弹琴 照本宣科总会吧 够了 做的这般价实 却谈成如此模样 宁儿 你是完全没学过是吗 不是先生说的吗 全当自己没学过 从头再来重新开始 只可惜这把好情 落在你的手里 那要不我换一张猎琴 张雪宁 王日只知你玩猎 没想到如此不成器 还不出去 我 瞻当下课 不许偷懒 不许偷懒 拱牙 要不还是算了吧 您何苦折磨我 也折磨您自己呢 莫多话 继续谈 他到底什么毛病 非要找我查不可 是闲的没事做了吗 早些回家去不好吗 词曲通篇相应 讲究的是每一句的句末 都要一散一按 你谈的时候先按得太紧了 需要再放松一些 一人 啊 啊 啊 有什么问题吗 那你为何不起来 是学生莽撞 还好琴没事 知道就好 怎么又是你啊 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还敢在谢少使门前胡闹 你不要命了 看来你也和我一样 明知不可为 却管不住自己的心 欲如意之事 你们不必再插手 也不用再冒险过来找我了 欲如意 这也与他有关 可是 如今定国宫已经有所察觉 若是没有我等相助 先生在宫中 无妨 我自有办法 当初将你们从精灵救出来 不是为了让你们送死的 从今往后 你再不必为旁人效力 只做这身宫里面 一名小太监别审 是 还有一事 小人从宫仪城所派之人口中得知 他们做那欲如意之事 是为了嫁祸燕家 有不臣之心 明白了 回去吧 小心被人瞧见了 是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雪宁只是路过 并非故意 也不想打听先生的秘密 只是方才那人说 欲如意是冲着燕家来的 此事不是你该过问的 燕灵的事就是雪盛的事 先生若不告诉我 我就只好将经验所见所闻 全部告知旁人 宁儿 你是觉得我心太软 太好说话是吗 自你入宫之时 我就警告过你 不要惹我生气 你自私聪慧 便觉得无你不能 管了一桩周迎之的事 就以为自己可以插手朝堂之争 你自以为很关心燕家 但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所作所为 会给燕灵带来多少灾祸 毫无规矩 管烈成性 还不知悔改 少师大人所言极是 那您呢 方才那人说的什么宫仪成 和您又是什么关系 欲如意之事 又有多少与您有关 给燕家招货的 究竟是我 还是您 未居一朝少师竟然怕猫 当真是稀罕 从来这也是高高在上的少师大人 又一桩秘密吧 我不过一只小小的蝼蚁 却屡次能让您害怕 原来 完人也有所谓 原来圣人也有所惧 完人却有所惧 圣人却有所惧 然而谢幕既不受完人 更不是圣人 姜雪妮 你凭着自己有点小聪明 从不肯掩饰锋 可你该记着 如果一个人 不愿触碰某样东西 未必全是畏惧 也有可能是痛恨 憎恶之极 有劳先生 告辞 你当真以为 我只是叫你过来取情吗 不然呢 上药 莽撞就算了 伤这么深 还不好好上药 等等 先尽手 把手擦干净 手 还生气呢 学生不敢 昨日在这儿 是我被白毛影响的情绪 本不该对你生气 也不该骂你 还有昨夜之事 我知道你是担心燕灵 才会一时可无遮拦 我不该说那样的话 你生气也是应该的 您这是在认错 我辅职玉如意之事 是从这燕家而来 难免情绪不稳 是以牵怒于你 今日叫你过来 就是想告诉你 玉如意之事我会处理 而且 燕灵想方设法让你入宫 是想让你学些真才实学 你本是蒲玉 若不雕琢 难免可惜 蒲玉 您从哪里看出来 我是蒲玉 当年上京路上 一个稚嫩的少女 入狱劫匪她不怕 奔走山野她不怕 身陷险境 难以脱困她也不怕 砸了琴 割了血 就凭这一枪扭扭 凭尽所有力气 救下了我这个 冰落书生的命 江雪宁 我见过你以前的样子 正是因为有期待 所以后来才会失望 失望 当年上京之后 我曾去江府拜访 探见已经换上一身 锦衣的你 只因一时不快 便打骂一个 和你年纪差不多的小丫鬟 姑娘对不起 我错了 这一点事情都做不好 哭 哭 哭 就知道哭 你再哭 再哭我就把你卖了 卖了 你的眼神变得很陌生 甚至让我怀疑 当年圣经路上 发生的事情 是否真实存在过 再后来 我听闻你越发不懂收敛 胡闹跋扈 那时我想 金庄繁华 终究是害人呢 慢慢地 便把那一点旧日的 影子和星星 都抹去了 所以 明内是厌恶我 也谈不上是厌恶 更多是可惜吧 有时人难免误入歧途 但如果这时候 有一个人 可以教你分辨好坏 未必不能重归正路 重拾本心 我是可惜你变了 也可惜 没人能好好教你 不过现在看来 你本质未变 善心犹在 虽然 性子还是毛毛躁躁 但比前线年好一些了 还 算得上是朴玉吧 所以 明日可还愿意 来我这里学情 猫 宁儿 我现在消气了 你这般顽劣的性子 以后谁斗得住 这就不劳先生费心了 以后的事 自有以后再说 下不为例 燕灵 本公主前来 还不赶紧相迎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怎么会 你的冠礼 我说什么都要来 这是什么 生辰贺礼 早该送的 沉不沉 我来 哪有兽心刚进门 就抢礼物的 这么着急 还要不带我们进去 我可等着喝你的酒呢 我祝你 帮了 你想不出来 就还我祝你吧 燕耳 明月常随 清风常伴 百忧道心 尽开解 万难加深 戒毕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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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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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明 你贺词想不好 礼物可准备得好呢 快 拿出来给他们瞧瞧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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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儿姑娘 这把箭没有剑翘吗 有人说过 将军的箭是无翘的 想不到你还记得 从前燕世子只说了前半句 今日我把后半句赠予你 宝剑封从魔力出 属于你的初孝之日总会到来 祝燕世子 仗剑沙场 金戈铁马 换江山太平 好 好 好 小二姑娘说得好 那我 也祝燕林 乘风会有时 沙场破云霾 来 大家一起啊 来 来来来 圣旨到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 军营华变 姿势体大 事舍勾结逆党 以图动摇朝内根基 罪不容束 今拙令定国公薛远 即刻亲率新吾魏 超莫永逸侯府 夺燕氏父子爵位 下狱查证 怎么样 都听明白了吧 滕 看 这厨岛 俩人 好了 这厨岛 么 我很想想说 然后 怎么 烟灵 别忘了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你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姑娘 周大人传讯来 说今日朝中下了旨 燕世子今夜便要被流放 他问姑娘可要前去送送 今夜 为何如此突然 上一次分明还有一段时间啊 姑娘 去 让她尽快帮我安排 是 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突然说要流放 而且把性无畏的人手撤出去不少 所以才有了机会能让姑娘见见世子 虽是走得急了些 但幸亏你及时告证了 我若是为能赶上送她一程 我心实在难安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前面就是了 门锁我已经打开了 虽然暂时不会有人来 但还是快点吧 我在外面等你 嗯 别动 不是说肾上有旨 不能对你和侯爷动行吗 他们竟然敢打你 敢来这种地方 长本事了吗 你身上的伤还没养好 死去黄州 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 薛医啊 前些日子要找我麻烦 不过动手的人 都知道身上的旨意 不敢震动此行 银票你贴身放好 这些碎银子 是留着给路上押送的 牙医拆棺的 此去路长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万事莫要冲动 你要记住 活着才有希望 你哪儿来得这么多钱 我 都是拿你往日 送给我的东西换的 玲玉 玲玉 我既然送你了 又怎么能往回哪儿呢 玲玲 玲玉 莫要跟我耍绝 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 你不用那么担心 你也不想想 往日我们侯府在朝廷 也算是根基深厚 况且你又提前提醒了我们 让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 哪那么容易 真的落入 完全不能翻身的窘境 我答应你 无论发生什么 我一定平安回来 你别人 姑娘 姑娘 国公派人来押世子了 快去吧 一会儿被人看见就麻烦了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你要是骗了我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了 我答应你 行行行 快快快快 出来吧 走吧 罪人阉临 准备上步 现在外面人太多了 要不得押送的人都走了 咱俩再出去 先在这儿躲躲 什么人在哪儿 兄弟们 赶紧把狗关拼了 杀 你怎么会在这里 谁 杀 杀 杀 好 快去找公义先生 失礼了 江姑娘 不过眼下不是说话的时候 等一下你等就会搜来此处 还请你改改医装 太精致容易被怀疑 逆党 来劫狱的是逆党 我自己来 光下你的地 你是很动体 靠近的很小心 世界停留在梦境 我用这个帮姑娘书发 今夜朝廷在此定下又不逆党之际 眼下姑娘出去 只恐会有杀身之火 等一会儿还请姑娘跟在我身侧 小心行事 若有冒犯 还请见谅 大牢内根本没有公义城 你们已经中了朝廷的计 那阁下又是什么人 同你们一样 王爷的人 不要多话 趁现在还来得及 速速随我出去 等等 我等并未自报家门 你是如何知晓我们身份的 若解释不清楚 休怪我不客气 谁 三娘子 是我 老黄 你可算是回来了 东门出事了 进去再说吧 来 咱们刮好了 老黄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按照你的意思 原本是在东城门外 准备接应的 没想到这朝廷 竟然派人埋伏在那儿 你知道我们折损了多少人 才逃出来吗 情报有误 我们都被算计了 那这两人什么人 在下张哲 你们也可以叫我 杜君山人 杜君先生 你是杜君先生 宫益城已经叛变 估计要不了多久 朝廷的追兵就要过来了 不可能 宫益先生 绝对不可能背叛我们 老黄 你确定她是杜君山人 那这位姑娘 我说那这细皮嫩肉的 原来真是个女人 这位张先生 在这种要命的时候 你带着个女的 到死也要风凉 还是另有所图 社媚之事无意间卷入此事 还望莫有胡言乱语 社媚 我怎么从未听闻 杜君先生 还有个魅力 我兄长之事 你们也配打听 兄长察觉那贡仪城叛变 今夜本是要带着我离开京城的 若不是因为遇上你们 我们早就离开这地界了 好了 这倒是真的 今夜我等能死里逃生 多亏了这位张先生 好 好了 等明日冯将军到了再说 小宝 去拿点水和干粮 今晚在这儿过夜 早啊各位 若是娘娘不弃 微臣愿为娘娘笑了 保准让薛家天上 不省热闹 是他 原来他也是平南王的人 那上一次 他以頑固子弟的身份 回到京城 屡在薛家作乱 难道也是平南王的安排 薛景妃 既然来了 藏着做什么 没脸接人吗 我要是不藏着 怎么看这出好戏啊 再说了 我要是不藏着 又怎么能知道 传说中的杜军 竟然长这个样子 对了 定妃公子在王爷身边 时间最长 他一定见过杜军山人 早就说了他是假的 给我拿下 没想到你平时倒貌安然的 身边居然藏着一个 这么漂亮的妹妹啊 都是兄弟 怎么不介绍我认识一下 他到底是真是假 你给句实话 你有病吧 我又没说他是假的 你自己一神一鬼的 关我屁事 薛公子 还请私众 先生 从前我们一起逛瑶子的时候 你都喊我定妃啊 怎么如今当着女子的面前 就翻脸不清了呢 薛定妃 将军 既然身份已经确认了 事不宜迟 咱们抓紧赶路吧 走 郝妹妹 你姓慎名是谁啊 你认识薛定妃 你认识薛定妃 不曾见过 那她为何要帮我们 只怕此人身上 还有更多弥陀 走 有许范 军妃 别杀他 少师大人 所有逆党 杀无赦 是 你没事吧 简直胡闹 先生 您没事吧 您脸色很难看 剑叔他们呢 我去找他们 平日里你见到我 像老鼠见到猫一样 战战兢兢 今日怎么会有胆子 去军营搬救兵 救援张车 那是因为人命关天 人之存世 先利己 后利人 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平日你在宫中 步步谨慎小心 我当你是聪明的 今日怎么连自己的性命 都如此而行 你还记不记得你刚入宫时 我对你说过些什么 先生让学生听话 不要惹您生气 倘若这死不是我 你死的十回都有余了 宁儿 你就这么在意张车 在意到要为他陪葬 我 说话 平日里不是牙间嘴吏 怎么一当他的事 就装聋作哑 学生是想听话 可您呢 您敢说从头到尾 都没有想过要杀张大人吗 先生与逆党之间 本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您从杀了宫仪城开始 就是在布局 一步一步 所有人都是你的马前卒 随时可以弃之不用 杀人灭口 那你倒是说说 我都利用了谁 你利用张大人查案 利用小宝薛定妃实施计划 利用冯明宇针对新五位 又利用燕家军全了你的计划 甚至当初让我入宫 是不是也是想要利用我 帮你救下燕家 住口 一切的事实摆在我眼前 让我不得不相信 学生胆子小 本不想与你牵扯 这一路行来 你喜怒无常 从来都看不透你 可即便如此 我还是觉得 你是一个好人 若是好人 就不能滥杀无辜 江玄宁你听好了 他 张哲是好人 但我协为不慎 宁儿你记住了 这个世界上 坏的该杀 蠢的 更不能留 不过你愿没欠扯 你已经在我身边 倘若还有下次 你再绞入居中 破坏我的好事 我先受了你的命 先生 滚过去 先生来做什么 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身体发肤 手指父母 油丝伤皮 癌痛伤心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该这样 先生这样的人 自然不会伤心 可这世间 并非人人都同你一样 个人自有个人的主意 你又何必来管我 你若真有这样的决断 我倒是高看你一眼 可你明明心里放不下 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呢 这算本事吗 你懂什么 我是不懂 你若是喜欢便不该放手 但你若是放手 就关好你自己的心 先生这一生 难道就不曾为过一个人 一件事 而心难自控吗 你就当真能如此超脱 对待一切 笑什么 先生说得对 我是管不住自己的心 先生知道白玉瓶吗 用笼舟白玉所致 通体无瑕 浑然天成 本该是世上最美好的样子 可若有一日 瓶口衰断 便此此留了瑕疵 饶是世间最高明的手段 也无法将其修复得往好如初 所以呢 我和张哲之前 隔着太多 太多 我本以为 可以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本以为可以有所改变 可是原来不行 有些事 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就算强行弥合 也还是会留下裂痕 就如白平有喜 他这么好的人 就不该留下瑕疵 我宁愿他恨我 我也不舍得他去恨自己 可是我为什么做不到 为什么我的心 还是好难过 先生通想万物 我了尿尽人心 能不能也给我一个答案 为什么 白平岁或不岁 这些事 都是过去的事了 凌儿 既然选了 就往前看 可他那样好 若我忘不掉呢 那就找个更好的 先生骗我 这世上 不会再有比他更好的人了 那便 找个更合适的 一定会有的 平安 平安 一定会有的 平安 平安 一定会有的 暗甘 暗甘 你告诉我 你究竟在怕什么 你到底在怕我什么 康若你杀过我呢 抗个我呢 来教官令一半值得 以为放手 是回忆 最好的选择 借我一缕风去追逐 解不开的梦 却飘散在雪落时刻 来 杀我 杀我 你放手 你放啊 你放手 现在可以不怕我了吗 杀我一缕风去追逐 解不开的梦 解决 你真是个疯子 江姑娘 学长副业 先生 你呢 你千里迢迢随她来 对她又是什么心意 苦果易是果 敏爱 你究竟在怕什么 你告诉我 你到底在怕我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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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不如让我给你算上一挂 抱歉 我不信这些 姑娘你不信 可是谢居安她信 她这离婚证或许欠缺的 正是姑娘你这位要 姜儿姑娘你醒了 你中了谜药 我建议你啊乖乖坐着静养 莫要乱斗 小女娃还挺镇定啊 不愧能被杜君瞧上 杜君 原来你不知道 她还有这层身份啊 大前少师 定妃世子 杜君山人 身份真是一层一层啊 只能慢慢扒皮去肉 才能见其筋骨 可有受伤 你真的疯了 你不该来的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在此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 但没想到啊 像你谢娟这样的人 也有舍命为红颜的时候 过往之事 是我知过错 义父若要责罚 冲我一人来 但你先放了她 那怎么能行呢 好不容易请来的女娃 怎么能说放就放呢 除非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我想要什么你心里最清楚 如今燕家军已经被你掌控了 燕墓这样的人 不会为本王所用 但你却可以 我要你说服燕墓一路南下 拿下京城 这是谋犯 这是谋犯 你不答应 她才受了刀伤 再进不起打了 她既然来了 便是心中有误 只要你答应不再伤害她 我可以帮你劝说她 你瞧瞧 人家江二姑娘 可比你有情有意多了 行为 只要你驻本王城市 你我仍是父子 但我夺了这江山 整个大前 还是咱父子俩说了算 但倘若你不顾父子之情 妄恩负义 那这江二姑娘 能不能活过今日 别碰她 起来 好 我答应你 好 好 你早就应该这样嘛 送独君先生 还有江二姑娘回房 所需的物品全部备齐 不准有任何的怠慢 我看 杜君先生 这里你可以随意走动 没有人敢阻拦你 江二姑娘 你呢 就在房里乖乖地休息 切莫乱动 是 我 这个你拿着 你把刀给我了 你怎么办 我自有应对方法 离人在手 总好过两手空空 万一有点什么 能用来防身 谢大人命奴将此物送来给娘娘 宁儿 怎么了 是我误会她了吗 为什么 放心 一定安全带你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宁儿 别害怕 你做得很好 小薇 小薇 谢居安 我不是你的龙中鸟 就算我是故意去见他的 我也没有必要同你解释 可你已经向我许了义后 张雪宁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既承诺了 我就不会放手 更不会让你有反悔的机会 张雪宁 你是我的 张雪宁 你多想错愿了小声匿迹 连路最终穿过伤害的概率 可最后偏偏不是我和你 多想问你 多想问问你是什么原因 我们错过的那些情景里 有没有真心 张雪宁 不要你 想要了深渊的距离 做什么决定 有什么意义 多想不由己 多想问问你 多想问问你是什么原因 我们错过的那些情景里 有没有真心 是否我和你 从此照亮了深渊的距离 做什么决定 有什么意义 多想不由己 是我猜不出 是我苍莫无名的险境 三千世界里 未来不过去 皆没见过你 我与张大人 你不是我的龙中鸟 就算你故意来找他 也没必要同我解释 你别 有风雨出事了 周银芝 是我的错 我早知她的星星 早该将她除去的 那便不会有今日的祸患 宁儿 你不是个坏人 你不是坏人 也就不会在一个人 还未犯错之前 因为她将来可能犯下的错误 就先将其除掉 这是无解之题 吕显知道了吗 他怎么说 商议过了 本来我打算过几日 再起身回京 眼下发生变故 明日即刻出发 入京之后 我与燕灵 会将事情的始末 全部告诉圣上 有方意那边 我会让刀芹 陪着吕显前往学家营救 至于你也就先回 我随他们去薛家 方音对我多重要 你也知道的 我跟他们去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 反倒是你 届时宫中定是危机重重 燕家军都在城外 未必能及时持缘 你还是得带一件防身的东西 我不想你有事 你就这么想还给我啊 我羡慕送出去的东西 没有要回来的道理 你别赌气了 灵儿 说我永远不会输的人是你 现在担心我的也是你 向我承诺以后的是你 给不了我答案的人还是你 你到底想让我怎样 你 先生 华尾 华尔 华尔 来 师父 谢维 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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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夜看看我 你不能死 我还没有兑现跟你的承诺 还没有日日叹琴给你听 我还没有跟你一起去看医候 你不能死 夏威 夏威 我保证不任性了 我保证听你的话 你不要留我一个人 你 你醒过来 我就答应同你成婚 好不好 我会想到你的房子里面 你不是想让我更加热焦的吗 你现在事件的同僚 那你呢 我和你一个人的大家好 原来 只要这样 你才会答应我 你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不能反悔 不反悔 小绝 我们成婚吧 好 还不错 挺像你的 来 娘亲 月儿 爹 君子有状 谁在欺负我们天儿啊 你们来了 来 宁宁 先生 我们来给你们拜年了 人来就好了 还带什么礼啊 还是你们有远见啊 选这么一个 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 多清静 不像经理 闹活功的 何止清静 连刀琴剑书都不带 说是让他们俩去过自己的日子 我看哪 是不想让他们 饶了你们这神仙眷侣的日子吧 张大人也来了 恭贺欣喜 万事顺宜 多谢 行了 别在外面站着了 吃的我也准备好了 进屋吧 好 爹爹 我们的事约 千千只剩想念 花开满了的街 没有你的遇见 可一眼朝起 等待冬季 慢慢留住回忆 忘了四季 没有了你 风坠 吆落花开满一地 吹动我心 月光下你的地 你是很动静 靠近的很小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姜小姐 我是你的编辑谢娟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